根据外电的报道 澳洲政府已经停止黄金签证计划 也就是允许海外投资者投资500万元澳币 大约是1亿元新台币 就能够取得永久居留权 将会改发技术移民签证 被称为黄金签证计划 是澳洲政府在2012年推出 原意原本是要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结果常常被批评遭到富豪滥用 资金流进房地产 无助于经济 而由于来申请有85%都是中国人 长期以来都一直被视为 是加快中国富豪移民澳洲的途径 如今签证计划被取消 形同是断了中国富豪快速移民到澳洲的捷径